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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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 小朋友 YOU 怎麼說你可不可以喔 好來 小朋友 好 非常厲害喔 是不是知道我是誰 你知道 你不知道對不對 我是機器人老師喔 今天機器人老師好 我要先叫你畫畫好不好 好 好嗎 好嗎 等一下我們 我們猜是誰 猜是誰 你不知道他是誰 文治老師 文治老師 章魚老師 章魚老師 章魚 你是文治老師 猜是誰 好 那我是誰 他是誰 文治老師 然後我們今天要畫的 畫的底是什麼 你還不知道我們今天要畫一塊 白色的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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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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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來畫的 你有沒有看過白色的鴨子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不是 假的要舉手 你有看過鴨子還是耳 鴨子 你看過鴨子還是耳 我 啊你有沒有看過鴨子 你有沒有看過鴨子 沒有 有 有 有看到天鴨 你有看到天鴨 你會不會畫鴨子 會的舉手 哇 不能看鴨子 哇 會畫的舉手 哇 鴨子有多大 有大 多大 這麼大 多大 文治老師 所以要比我們的 什麼大 比拳頭大 好不好 記得 要比拳頭大 所以等一下我們鴨子的身體畫起來 要比我們的什麼 比什麼大 比拳頭大 比什麼大 拳頭大 答對了 比拳頭大 好 然後我們還要在 在他的身上 他是橢圓形的對不對 對 然後他還有什麼 這個 這個是什麼 他 鴨子 對 是他的鴨子 然後再加上那個 鴨子 來 什麼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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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 好 那他身上會有什麼東西 毛 毛 羽毛 他有什麼 跟鴨子一樣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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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會請文治老師 畫給你看看 他在這裡 好 好 好 那現在鴨子試試看 但是鴨子有沒有眼睛 有 有沒有眼睛 看他的眼睛 要舉手 講他要舉手 對 好 鴨子有沒有嘴巴 有 好 但是我們畫鴨子的時候 他鴨子會在哪裡 會在水裡面對不對 然後加上他的水 加上他的尾巴 然後再把中間這個插 這個就是什麼 蛤啊 鴨子啊 對不對 有沒有像 很像 很像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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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給我畫面手 等一下我趕快放 好不好 蛤啊 蛤 蛤 給我畫面手一下 給老師畫面手 等一下啊 我們等一下 畫這個鴨子 要畫幾隻 快一隻 一隻不夠 你再來 我沒有了 你幾隻 幾隻 你要畫幾隻 兩隻 兩隻 不夠 太少了 還有一隻 你幾隻 三隻 太少了 你要畫 四隻 也太少了 還有幾隻 畫五隻好不好 好 畫五隻等一下 鴨子老師會畫五隻 我們把五隻放在這裡 等一下鴨子老師會畫一次給你看 但是還原話之前 我們現在機器人老師要先 先跟你講 我們畫五的時候 他這個鴨子 可以不可以 通通往這邊 你明白嗎 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等一下放一隻 比較大的 要有大的 要有小的 要有大有小 但是 姿勢 可以不可以一樣 不可以一樣 所以等一下 有一隻鴨子 他的口頭是這樣過來 然後跟他面對面 還可以玩輕輕 欸 很棒 輕輕嗎 嗯 好 有 翅膀 一樣 好 這次兩隻有左有右 但是要一隻大一隻小 要有大的 要有小的 好不好 小 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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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要 好 我們現在掌聲鼓勵 開拍手 請我們的那個 蚊子老師在這邊 畫五隻喔 五隻喔 牙頸沒有腳 他在水裡面沒有腳 哇 小朋友很聰明喔 他在水裡面沒有腳 看不到腳喔 等一下 這鴨子沒有腳 然後他在水裡面 可以這樣 把他的脖子怎樣 伸進去水裡面喔 好 現在喔 我們請我們 蹲姿老師 邊來講 就邊教你們 好不好 給小器等一下 他的皮什麼大 皮什麼大 皮皮什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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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什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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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皮什麼大 皮皮什麼大 皮什麼大 皮什麼大 皮皮什麼大 皮快大 皮小排 皮皮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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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皇 要是每天賣三頭 有心 但是每天要賣三頭 做的 因為是太平衡 四皇 四皇 那是你來打拆 好 好不好 四皇 賣三頭 好 好 我看你很高的耶 過來喔 高的波子 很像一個二 對不對 還可以加碗下來 加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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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大喔 哇 好 我看很漂亮 好 請問我來喔 等一下你會很愛三歲 喔 是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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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很辛苦 很辛苦 阿姨阿姨 你會有五個四皇 也四皇 四皇 四皇 你會沒有 一個三 兩個三 還有一條 一條 一條 快了 我一人了喔 你在指示的嗎 波浪的嗎 波浪的嗎 波浪 謝謝老師 波浪啊 流鼓的浪 這東西喔 阿姨 今天老師有幾條 幾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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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老師給你一位 看上去幾條 阿姨 我們要幾條 來看 兩條線也可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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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小聲 positions PO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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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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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過 打開 你還沒? 還沒? 還沒? 開了,也像這樣,很像 還沒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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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眼睛 眼睛是眼睛的,因為 立起來 還要眼睛 對不對? 你的眼睛是眼睛,再來 一下,一把眼睛 把眼睛擺開來 打開想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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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還沒開 打開,是一個 一、二、三、四、五、 有家 要那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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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給我一位 好 好 因為沒中沒中 快 要用四家 四家 要用四家 要那位 要給他 要一個 光是一位 要一位 要一位 gging 一位 先 我要撿滑 我要撿滑 我看他的腰夾 他手大惹 很痛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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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塊 二 二 五 六塊 五塊 六塊 六塊 三塊 。 夾 五多 四塊 五 二 你拖到黑面的游泳,放一躁 蜘蛛乾的位置 好 等一下,小朋友要描迴避 像文字老師這樣描迴避 你們有用描迴避 等一下小朋友要描迴避 有没有 好有啊 等一下文子老师会一个一个跟你讲 那有谁知道鸭子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白色的鸭子是什么颜色 文子老师有教过你们要画两种颜色有没有 每一个地方要画几种颜色 两种 两种对不对 要画两种颜色 现在有机械老师 机械老师先画一只鸭子给你看 等一下文子老师再教你 画第二只鸭子 好刚开始可以 可以让我们的鸭子是白色的 所以先用白色的有没有 白色鸭子 先用白色鸭子在这上面画一画 然后记得平平的画 把蠟笔这样有没有 蠟笔平平的 放这样 现在要以这个姿势来画 画鸭子 画一画平平的 然后第一次画颜色的蠟笔的颜色要好 轻轻的就好 有颜色就好 轻轻的就好了 轻轻的 然后鸭子的第二种颜色 我们可以再加上皮乌色 皮乌色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画 也可以这样画 再把它加上皮乌色 大一点啊 好 好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 好 要记得平平的哦 鸭子的嘴巴什么颜色 有谁知道 白 黄色 黄色 所以我们等一下 鸭子的嘴巴只要小 这个地方它比较小的时候 直接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 拿出来的 好 要把它画上鸭子的嘴巴 好 然后 它的水可以用一点 白色的 白色的蜡 在这上面画一画 我愿意要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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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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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好意思 等一下小朋友 水拿一半就好了 有没有 水拿一半 然后用一支水彩笔 一支大支的水彩笔 好 然后 然后你要找出 两种 两种 文子老师 有没有跟你们讲 所以要用两种颜色 画水彩 有没有 然后我们 水是什么颜色 就是 绿色 绿色的哦 还有什么 水是什么颜色 还有什么颜色 还有蓝色 还有蓝色的水 所以我们这上面就要画 绿色 还有蓝色的水 直接点在这上面 那等一下笔要不要洗笔 要 要不要洗笔 不用 不用洗笔 就直接拿着笔沾水 把这个水彩这样 画一画 哇 就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的 白色的那个 蜡笔的波浪形状 有没有 有看到白色的 也有看到蓝色的 有绿色的水 绿色的水就是代表什么 很深 很脏 这样会不会 等一下我们指导师会再教你 通常我们 通常我们公司里面教小朋友画的 第一堂课都是以色彩学为基础 那我们 简单第一堂课的课程 课程进度一定会以水果来画 那水果我们要 要引导小朋友画出五种水果 这五种水果里面要五种颜色 那我们由这五种颜色五种水果来引导 让小朋友慢慢的 让他进入这个色彩学的观念 那我们教小朋友从幼稚园的中班 大班到国小一二三年级 通常他上的颜色都是有两种颜色 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过程 教学过程是用铅笔 用这种免销的 不可以用自动铅笔 这种免销的铅笔 就是这个已经销好了这种铅笔 然后不是那种自动的挤压式的铅笔 所以我们就要先引导 那小朋友我们 小朋友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然后要请小朋友去讲说 好那小朋友举手 你喜欢吃的水果是什么东西 好就有小朋友说 我喜欢吃西瓜 苹果 好奇异果 葡萄 葡萄 然后香蕉 芭蜡 好很多很多 那我们就引导出我们喜欢的五种 就把这五种 五种水果 把它列出来 然后就跟他讲说 好苹果 苹果会比我们的拳头大吗 会不会比我们拳头大 所以我们就要固定这个 这个东西 就给他一个公式 好希望他们画图画的越大越好 好有的人说 图画的越大就代表他的心胸比较宽大 如果小朋友画的图很小 那他的心思比较细腻 然后创作的过程就不会那么活泼 所以我们就尽量引导我们小朋友 画的越大越好 画的越大越好 所以说我们就比第一个公式 是说小朋友要画的比我们拳头大 然后比拳头大的东西 要比我们的手长长 所以我们画图的时候就 就会有说 有大 有小 有左 有右 有上 有下 有前 有后 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就引导小朋友画 第一个西瓜 这个西瓜我们用手来量一下 然后要比我们的手长大 所以我们就引导他先用铅笔 画一个大西瓜 那以小朋友 幼稚园的小朋友来讲 他还是平面的东西 平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是用 画一个大西瓜 那大西瓜 这个西瓜的上面 我们还要引导说小朋友 西瓜上面还有那个斑纹 比较深颜色的纹路 我们还是要 要把它画出来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 就指他引导 引导他 然后这个西瓜 先把它画在这个图画纸里面的中间 在中间 然后这个 这个后面就有一个尾巴 第一个就是铅笔的构图画出了西瓜 好 那小朋友喜欢 喜欢 苹果 我们可以画在哪里 这里 还是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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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小朋友自己来选择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 教他色彩的观念 好 小朋友 西瓜什么颜色 那什么颜色就是说 他们小朋友会说 绿色啊 那绿色我们就 既然绿色还可以用一种 美语的教学方法 然后绿色我们的英文怎样讲啊 古令 古令的绿色 然后我就说 啊 古令绿色 那以后我们画山 画高山 画树叶 都是绿色啊 跟西瓜的颜色一样 所以今天 老师教你画的西瓜的颜色 你就要记下来 好 再来画苹果 苹果哦 我们可以先画一个麦当劳 画一个麦当劳 下面有一个麦当劳 然后呢 这中间有一只 这一只叫什么啊 好 这只小朋友不知道 它就是梗 好 苹果什么颜色 红色 红色就是blue 红色是blue 然后呢 这里 小朋友喜欢画什么 举手发问啊 讲一下 好 这里他喜欢画什么 画 第一种颜色跟第二种颜色 第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都不一样 好 他说我喜欢画橘子 就是噶妈 噶妈是一个圆形的 也是一样啊 要比拳头大 都一直要耳提面面 然后这个中间 橘子是要这样 这里有一只梗 还有长出了一个树叶 然后这上面有斑点 点点点点 好 橘子就画好了 画了之后 我们就 再引导它画出 第三种颜色的水果 第三种颜色有什么 可能就是会有香蕉 那接着我们就 引导小朋友画出第三种水果 那第三种水果 我们 尽量让他 从我们的左手边来开始画 所以我这一边就要引导他说 我这里要画一只香蕉 那香蕉是 画一只就好了 香蕉是什么颜色 黄色 然后我说噢噢噢 画了一个nike的形状 然后下面再加了一个小小的形状 然后再加了 加上它的 它的一个 地出来 就变成了一只香蕉 然后这里稍微修一下 变成圆形 香蕉是黄色的 苹果是红色的 苹果是红色的 然后黄色我们就 小朋友会不会讲梅雨 EL就是黄色 绿色 green 橘子是 橘子是orange 红色是red 顺便的 顺便可以给它一些 美雨的教学 颜色的教学 这样 然后再来就说 我们这个 我今天要画一个 艾黑奇异果 奇异果上面会有很多毛 然后这上面有一只 奇异果是什么颜色啊 土黄色啊 咖啡色 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五种颜色 那我们五种颜色 就这样引导说 好 刚刚我讲过的西瓜 就是代表山的颜色 苹果是什么颜色 太阳的颜色 红色嘛 然后也是代表太阳的颜色 然后橘子呢 就是黄昏的颜色 那黄色怎样画 那绿色就是代表我们的树木 像这个木头啦 树干啊 树枝就是这种颜色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开始 就这样的一个引导 铅笔的构图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 请他用黑色的奇异笔 黑色奇异笔 描黑边 那为什么要描 因为描黑边 效果会比较好 等一下上蜡笔的时候 他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 请我们小朋友描黑边 但是我们在引导的时候 我们老师在示范的时候 要速度要加快一点 让小孩子有时间 自己操纵 那前几节的 前几节的 老师的教法是 可以快一点 然后让小朋友先学我们的技巧 基本上的技巧先学 然后在以后 让他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然后再让他自己去引导他 他自己创作 那刚开始我们 刚开始的前几节 是由我们老师来指导他 来引导他 然后这样就是一个描黑边 那小朋友在描 当然没有老师这么快 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是说 很快的 把他稍微 稍微做一下 然后这个毛 每一个有 有画到铅笔的地方 你都要描黑 描上黑边 这是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的时候 我们就要介绍说 蜡笔 什么是蜡笔 我们的蜡笔 已经把这个外面 请小朋友把外面 拨开 把衣服拨开来 然后把它折成一半 折成一半 但是爸爸妈妈 有的爸爸妈妈 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要教育爸爸妈妈说 哎 我们 画土是要画得漂亮 那蜡笔 虽然这样很丑 但是 可以把土画好 比较重要 过程比较重要 然后这个 蜡笔 坏掉了 脏掉了 我们还可以再买 那所以我们就 教小朋友要把蜡笔 折成一半 然后有两种方式来画 第一种方式是 平图 好 那我们今天引导小朋友说 西瓜是两种颜色 只有两种颜色 这一种 这两种颜色 有深色 有钱 像我刚刚讲的 有深有钱 两种颜色来画 好 绿色 平图 这样就是平平的图 好 平图 刚开始第一个颜色轻轻的 轻轻的 轻轻的画 好 然后这样 而且这样大面积 大块面 在画的时候也会比较快 好 翠绿色画完了之后 画上 黄绿色 这个是黄绿色 加上黄绿色之后 它就有深浅颜色 而且 看起来很像 油画的效果 就会很漂亮 这样 那以后画三 画三的颜色是这样 画树叶的颜色 也要画两种颜色 也是这样画 所以就要引导小朋友 好 再来是西瓜 西瓜 再来是苹果 那苹果呢 是红色 所以我们基本上 先用红色先画 好 红色的苹果 也就是太阳的苹果 那我们在教的时候 要边教边讲边引导 让小朋友 让记住这个颜色 刚开始的时候 好 红色再加上 橘子色 就有深浅 好 然后第二种颜色 就是可以稍微用力一点 稍微用力一点 好 好 黄色 画完之后 就画土黄色 再加土黄 所以我们的头脑里面 要让它有两种颜色 然后它以后它 配衣服 它会美学 色彩观念会很好 就浅沙浅 要稍微 好 然后再来是橘子 橘子 橘子当然是橘子色先画 也是一样平土 平土然后再加上黄色 好 以后它橘子的时候 黄昏的时候 就会说 黄昏就是画红色 黄色跟橘色 而且这样颜色很漂亮 那叶子叶 叶子叶子就一样 叶子跟西瓜的颜色是一样 所以也是要平平的画 然后再加上 黄绿色 那我们在画图的过程里面 那小孩子画图的过程里面 最好是要有音乐当背景 然后心情很轻松 放一些亲音乐 EQ音乐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这个奇异果 奇异果是用两种颜色 也就是木板跟木头的颜色 好 土黄色 奇异果的颜色 也就是我们桌子椅子 木头的颜色 树干树枝的颜色 好 土黄色加上咖啡色 这个就是奇异果的颜色 好 那其他的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就小的地方就可以拿紫纸的 小的地方就可以拿紫纸的这样画 也是要加两种颜色 嗯 哦 蘋果啦 这一个 好再加上这个颜色 一样要画两 画出两种颜色 好 这个是第三个第三个步骤 画蜡笔 再来是画水彩 那水彩我们就要请小朋友 选出两种 两种自己喜欢的颜色 自己喜欢的水彩 两种水彩 但是要记得不要让它红配绿 哦 不要让它红配绿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就要引导它说 这样 那还有引导蜡笔 讲到水彩 还有蜡笔 不要用黑色 不要用黑色的东西 水彩可以不可以用黑色 可以 但是尽量少用 然后我们就请它 在涂画纸的后面 就白色的地方 背景 找出一个点点点的地方来画 然后第二种颜色 第二种颜色 再把它加这个中间 点在这中间 那就不用使用到调色盘了 就不用使用到调色盘了 好 那就比较方便 再来就是请小朋友拿一支 比较大支的水彩笔 然后沾水 沾水就好了 不用洗 小孩子习惯去洗 我们不用洗 就沾水 沾了个水 然后把它画在这上面 你看两种颜色又有渲染的效果 这上面 但是你让它方向尽量 一样不要一下子这样 方向一样 好水彩碰到蜡笔 是不怕的 因为蜡笔 我们现在用的本蜡笔 是油性的 水彩是水性的 所以它不怕 那全部都要涂满 全部都要涂满 好我们现在跟老师介绍的是这样 然后这个刚刚是平涂法 还有一种叫做 还有一种是 蜡笔的平涂法 用完了 刚刚那个用完了之后 再来是蜡笔的渲染法 怎样渲染 只要小朋友画久了之后 他已经学过蛮多期 一起两期之后 我们水彩会有 蜡笔会有很多的技巧 就好像一个花瓣 这个花瓣 这个花瓣 它已经要有两种颜色 所以我们就要找出 找出两三种颜色 把它架在这上面 但是不是平涂 现在这个是渲染法 蜡笔的渲染法 我们平常以后也可以 也可以教小朋友 用这种方式 好刚开始 黄色的用紫紫的 把整个构图的地方涂满 涂满 黄色的 画完之后 再加上 粉红色或是红色 随便 什么颜色都可以 你再把它涂满 它就有深浅 这样就有深浅 好 但是这个 两种蜡笔的 之间 这里就会有渲染到 它会涂满到 然后再来加上第三种颜色 这样看起来 它会有很多的效果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种就是渲染 这样的就有黄色 粉红色 红色 那中间还有它交叉的 层次的颜色 然后这个 尽量把它让它涂满 涂满 那还有可以用蜡笔 像水的地方 水的地方 水喷出来 我们可以涂好 好 也是要用两种颜色 然后我们就 加上 白色 加上白色 那我们可以用手指 把它搓一搓 这两种颜色 把它搓一搓 这样也是一种渲染的效果 蜡笔就有很多的技巧 不管我们上什么课 不管美术课 作文课 音乐课 舞蹈课 美语 体能课 上完课 最后要请他小朋友 把土话符 如果像刚刚这个 刚刚这个是湿的 我们要请小朋友 拿到旁边 放好 把桌子把它擦干净 桌子擦干净 然后就 还有我们要给他一个 卫生教育 就是请他去洗手 那洗手 我们可以 可以让他很多种方式 让他去洗手 可以半开玩笑 说 来小朋友 手心 手背 心肝 宝贝 巴咕巴咕 跟他玩一下游戏 然后耳语化 让小朋友 听懂 然后桌子要擦干净 然后椅子要靠拢 东西要收好 然后这个 这个蜡笔 让他尽量养成他收拾 收拾 收拾的习惯 这个就是常规教育 这平常我们就要在这里训练他 所以 所以你只要看到那一个小孩子 他的用具很整齐的话 那这一个小孩子 就是我们教育教的很成功 然后东西就收好 然后用完东西放回原处 物归原处 东西收好 然后 这个 水一半就好 水用一半 不然小孩子会弄倒 然后 鼻洗一洗的东西收拾干净 收好 这是 结束之后 那最后有一个要点说 要 要 教小朋友礼节 谢谢老师 好 谢谢小朋友 小朋友 啊小朋友再见 那 那你指导小朋友 收拾 收拾个图画子 请他卷起来 让他卷起来 然后橡皮筋 就让他卷起来 使用橡皮筋 使用橡皮筋 橡皮筋卷起来 这样图画子 在保存比较好 不要用折的 折的时候 你如果用折痕 会这样 中间会有一个痕迹 所以我们尽量指导小朋友 用卷的 用卷的 卷起来 就跟刚刚那样 卷起来 然后橡皮筋 竖起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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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